衛福部育理医院万宁分月28号下午举办了著名乐活云游会 复礼香农会敦青慕林借由绿色照顾站及四建会加镇班的资源 特别以庙会为云游会的主题 请布袋戏团演出嘉庆游台湾的巨马 同时现场还提供了在地特色小吃还有弹珠台搓搓嫩的铜丸 著名们都吃得健康也玩得开心 大礼堂的舞台上布袋戏团的嘉庆游台湾巨马粉末登场 而礼堂外的广场上则是由布里乡农会总干师张素华 亲自领军的绿色照顾站农会四建会所规划的庙会园游会 来提供著名们品尝道地小吃游玩同乐 现场情分热烈 这是卫福部一理医院万宁分院一年一度的著名园游会现场 院方借此让住民体验正常游乐生活也能进一步放松心情 相当受到住民们的喜爱 而今年度特别不同的是 以往都是由院方自行筹办员游会摊位活动 这一次则是由布里乡农会敦请牧林全力来协助 院方也万分感激 那今年非常特别我们非常感谢副里乡农会 他们在总干师还有他们同仁的协助之下 第一次跟我们这个园游会做一个连结 这是他们的爱心 那他们有出动很多的工作人员员还有志工 提供我们非常丰富的摊位 事实上布里乡农会继去年端午节首度与寓意万宁分院合作 推动社会公益关怀获得热烈回响后 这一次院方的这一场原游会 农会也亦不容辞地来协助 总干师张苏华表示 关怀地方弱势也是农会的社会责任 同时也让住民认识在地农产业 和住民共同分享在地的农产特色 我们这一次真的谢谢我们的玉璃医院 玉璃医院他这一次他们住民的一个 原游会的活动呢 就是跟我们农会合作一起来办理的 那我们之前我们也有跟我们的玉璃医院 合作在他们的万宁农场的部分 我们也有希望用透过原医疗育的方式 能够协助他们这里的住民 其实主要也透过这些活动 也要行销我们的复理的有一些好的产品 玉璃医院万宁分院目前总共收治600位的住民 提供他们长期健保给付照顾及长照服务 而这一次院方的年度盛会活动 又有复理乡农会的加持协助 提供住民在地特色小吃 弹珠台 戳戳乐等同万 游戏同乐 住民们各个吃的健康也玩得开心 农会总干事张苏华也希望未来能够多方结合 继续服务在地的弱势团体 记者石玉兰 傅里香采访报道